大家好 我是庞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一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 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三十三题 题目很短 我们读一下 write 15 15 in words 非常简单 又到了把数字写成文字的题目了 这样子的题型在小学一年级 二年级三年级中 偶尔就会出现在paper1的选择题的部分的最开始的五道题里边 那么很简单 15的英文单词 15 好了完成了